生活風格類節目獎 入圍又得獎的是 恭喜 寶島神很大 生活風格節目主持人獎 得獎的是 生活風格節目主持人獎 柯大寶 柯海耀寶島神很大 要寫好一首歌 無論是什麼情境的內容 這就是我們的文化 作者必須要用今專精所學 真情所感的禮物去真實呈現 感謝天井獎神明 收尾車回來我的IG看好不好 來手借我 我們來一個歡呼好不好 我畫台灣你畫錢喔 台灣 金了 台灣 金了 台灣 台灣 金了 金了 謝謝我是柯大寶 我是主唱 謝謝 謝謝頒獎人 恭喜得獎者 在爬這個七彩湖的這個過程裡面 速度想要放棄 那讓你堅持下去的那個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 五年前啦 五年前我怕的是金曲獎的紅壇 對 怕不上去 五年後這條路變成金總獎 很好 這就跟人心一樣嘛 怕不到路不知道啊 反正你就繼續走 換水跟另外一條山也不錯 對 另外一個山頂也是不錯 對 其實那段時間是我們整個團隊也好 或者是說我個人也好 都是在一個相對低潮的時候 非常低潮的時候 甚至我也說在出發的時候 我女兒 嚴重的那個 腸胃型感冒發高燒 但是三上三天 我根本沒辦法聯絡到 而且我們節目從頭到尾 每一個人都是 用自己的生命跟熱情 再去完成這些事情 沒有人可以接受22小時的出班 嗯 沒有人可以接受 沒有飯吃沒有水喝 錢夠多我可以 重點就是也沒有 對 不過 真正讓我們會在這個節目 願意花這麼多精神 甚至是 自掏腰包主持費 全部 再繼續下去 想要做的其實 慢慢發現到的是 我們其實是平凡人 今天三天來 我們就是平常人啦 爽一天 明天早上醒來 還是一樣面對帳單 還是一樣 三天在那 很多關不知道怎麼過 大家人都有關 但是每一個人都有信用 是因為有信仰 才能夠幫助每一個人度過每一關 不管是信奉真主阿拉 聖母耶穌基督 主靈 或者跟我一樣是拿相拜拜的人 那個微小的力量 是真正我們走到社會 對每一個真正的角落跟低層去看到的 他們為什麼可以串起最美的風景 台灣的最美風景是誰 是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用各自的擅長的專業 把它在節目上呈現出來 他可以逗所有人笑 他是舞台劇演員 阿白 不是阿白 曾田 曾田他的直播功力很強 顏永烈 他是我們所有人的大前輩 對 每個人的專業 我們想要的是 把那種最細微真實的能量 在節目上傳遞出去 最後我想要藉著這個機會 跟大家所有台灣的人民講 是 我們如果是怕兄弟拜拜 我們有信用的人 中文化中傳統的人 就不要讓他們看細小 真的 這些人 我相信我講的大家聽得懂 加油 我們一起前進 一起加油 恭喜 謙卑和敬畏成就了這個節目 謝謝你們 恭喜 恭喜